你们在场上所有的行为表情 都说明了你们其实很相爱 生气是因为在乎 指责是因为妒忌 流眼泪是因为伤心 其实你们特别相爱 这以前有首歌 歌词是这样写的 说生活是一团麻 但也是麻绳拧成的花 生活是一根线 总有解不开的小疙瘩 生活是一条路 怎么可能没有坑坑洼洼 生活是一杯酒 饱含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生活当中就是有矛盾 有争吵 有甜蜜 有妒忌 那是生活的调味品 夫妻是什么 夫妻就是不管怎么吵 不管怎么闹 到头来谁还是离不开谁 还是一条心的要过下去 这就是夫妻 所以你们不知道 你们彼此之间有多相爱 但是人总是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 这个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总喜欢用幸福去比较 但换这言之 如果要比较 那我就告诉你 有多少人比你更不幸福 所以我认为根本不是房子的事 你也就是来抱怨抱怨 那今天我们跟你说完了之后 你去比较比较生活当中的人 或者偶尔看看爱情保卫战 以前的节目 你们就会知道 你们比他们要幸福多了 你们俩其实特别好 我们都特别羡慕你们 祝你们幸福 过去有那么一句话吗 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嘛 不幸的家庭各的不幸嘛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你会发现 幸福的家庭 其实也各有各的这个幸福点 因此体现出的这个幸福感的东西 不太一样 有些人真的一套房子 让他觉得一辈子幸福 什么时候我能有套房子 是吧 我有套房子 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 是不是 就是当你对一个东西特别痴迷 一定要想要要它的时候 你觉得那是你幸福全部的时候 你就拿一样东西出来换 拿你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出来换 你衡量一下 你要不要换 你最宝贵的是啥 他 儿子 闺女 你拿一个出来换套房子 你换不换吗 不换 那谁重要啊 得了呗 一下就开心了 那怎么办 该怎么过怎么过 好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吧 老王 快 我知道你给我过了信息铺 过了二十多年了 我也没让你过好幸福生活 一直受苦 还常常老生气 买房子的事吗 我那点工资 你一步是不是不知道 反正我还是尽量想想办法 你给我点时间 我就是嫌你成天的早事 推了握着我 让我生气 回吧 二十四年一对夫妻 生活里面当然有不如意和烦恼 来请关门 在这个舞台上 他们尽情的宣泄了一下 二十多年来沉寂在两个人心里的那些不快 其实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相信一套房子 压不垮这个家 咱们就看看这木讷的老王啊 会有什么表现 他这个特别缺老王抱抱和关爱的妻子 你这大姐又有怎样的表现 请开门 请开门 跑啊老王 快点 快点 端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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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那拳只又来了 来来来来 站过来吧 还让他买房不 还要以后还是得买 买买买买买 老王买啊 以后买啊 我一定会努力 你看老王说一定努力就行了 来有请我们的巧花童 有请 拿不出来 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请见证 得抱抱抱 得抱抱 抱抱抱抱抱抱抱住了抱住了 多抱会儿就行了 多抱一会儿 不说停不停啊 让你们停了吗 请亮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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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幸福大姐啊 要保湿一辈湿啊 好好过日子去吧 谢谢 牵着手围 好 好 谢谢